据台湾媒体报道 赖清德自上任以来执政表现 遭到岛内各界痛批 有台湾舆论直言 赖清德只会斗来斗去 顽固操弄抗中 岛内政局充满了乱与战 极大扰乱了台海和平与稳定 对抗赖百日执政的标签 民进党党内派系 敌意螺旋上身 新两国论因台海冲撞风险 这些都是在赖清德执政百日的节点 各大台媒报道的关键词 从上任至今 赖清德遇上重大政治议题 例如台立法机构改革法案 速摊能源问题 强势的处理方式 不止令岛内政坛侧目 就连民进党内部也对他颇有威慈 而在两岸政策上 赖清德频频暴冲 也引发了台湾民众的担忧 有台湾青年表示 赖清德当局 怂恿年轻人上战场的把戏 已经被越来越多人看穿 民间互动是两岸关系的基础 两岸民众能够在心联心的接触中 增进理解 希望赖清德看清 要和平 要交流的主流民意 我觉得七年的户房 乃至于学界的户房 似乎都还不是这么的热络 我想在两边现在冷和状况下 也许透过民间力量的互动 将会是一个较好的策略 有台湾舆论认为 赖清德上任一百天以来 台湾看到的是遍地风火 在两岸关系部分 提出了所谓互部隶属论 在台湾的立法机构改革方面 他发动了所谓的青鸟 去威胁台湾的在野党 让台湾朝野恶斗不断 那其实我认为更为重要的是 在意识形态方面 他因为他法理台独做不到 他又自称是一个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所以他只能不断地去加强 这种文化台独 历史台独的做法 比如说在520就职演说的时候 把台湾的历史起点 竟然定位在的这个 1624年荷兰人之名台湾的开始 那除此之外呢 在纪念黄埔百年 纪念金门炮战66周年的时候 也是一样的把两岸的历史 这种息息相关的 这样的一个历史连结 讲成的是一个 国家与国家的 这种新两国论的说法 其实呢 这些他一连串的 这样的各种言行 都是让台湾社会 不断地在这种意识形态里面 内耗跟沉沦下去